這個坐月子的時候呢 在哥斯大里家是不是 一定要喝牛肉湯 然後淨吃這個高麗菜啊 我那邊都一定要喝骨肉湯 骨肉湯 才會補 對 吃那個高麗菜才會冷 那像那個雞湯也是很補啊 像產後要吃麻油雞 這個你會習慣嗎 嗯 Oh no 我先不喜歡 很好吃耶 麻油雞 我先不喜歡 不喜歡 不喜歡 這時候我婆婆一定會 都用給我喝 我說好 阿嬤謝謝 謝謝你 感謝你放在那裡我等你喝 好 放在那裡我婆婆乖問 好 我人家說 你婆婆現在在看的是他 等一下你 那不是我 現在就是我 好 我們謝謝梅麗莎 好 這個我們呢 來跟心靈聊一聊 因為呢 你是第一胎嘛對不對 當然非常恭喜你 好 現在小寶寶幾個月了 明天滿三個月 哎呦 三個月了 一定很可愛 很可愛 現在好帶多了 但是我跟你講 心靈也有一個習俗 不能夠太早稱讚小朋友 所以你要講小聲一點 好險 好險 現在還不會看電視 沒關係 給他長大給他看 你在這個懷孕或者是生產之後 就是婆婆啦 或者是媽媽啦 有沒有提醒你 一定要做什麼 或者一定不能做什麼 我在懷孕之前的時候 我婆婆就一直跟我講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 就不能拿剪刀 不能拿剪刀 因為他們說拿剪刀 小朋友會起嘴 就是會吐唇 然後譬如說不能縫東西 我媽媽還說她有一個朋友 就是縫東西 就是那個蚊帳破條 他就縫 縫完之後他們家的小寶寶 就是都尿不出來 然後就看醫生也都沒有用 結果人家老一輩子說 哎呀 你不行待人家 縫那個 他說有胎繩 結果他們就把那個蚊帳拆掉 小朋友就尿出來 真的這麼神奇 我就覺得也太神奇了吧 但我寧可信其一友 你要看看陳醫師在旁邊的表情 有一點不知道該如何是 我跟妳當了媽媽之後 寧可信其一友 有時候就這樣子 寧可 她見見看看不吵不鬧 沒錯 我覺得其實欣妮說得很對 寧可信其一友 所以欣妮妳是屬於那種 公公婆婆或者是媽媽 長輩們說什麼 妳一定是言聽必從的人 我也沒有言聽必從 那哪一個沒有做到 我那個 真的嗎 吃很好啊 應該讓妳吃吧 對啊 應該讓我吃 應該讓妳吃啊 可是他們說不能喝冰的 但是我在懷孕的時候是夏天 夏天 孕婦體溫又高 我又是胖子 我真的每天都想泡在那個冰水裡 說每天都在冰箱偷 跟小偷一樣偷喝冰水這樣子 可是那時候就沒辦法 他們就說不可以喝冰水 然後也不可以洗冷水 對啊 就那時候 可是我還是沒辦法 還是有偷偷 還是有偷偷的一下 然後包括坐月子的時候 我也是有偷偷洗頭 那我們就請教一下醫師 聽聽醫生的官方說法是什麼 這個我們分西醫跟中醫 我尊重五千年的文化 是 所以我先講一個概念 如果從西醫的生理學的角度 其實所有的冰水到肚子裡 也是會變成溫水 可是他們說妳的五腹 六臟通通要用釋出熱能 來把那個冰水變熱 妳也有聽過對不對 我聽過了 這就是我要講的 其實從生理學上來講是OK 可是我們西醫 其實包含我看病那麼久 都尊重一個叫自然生理學 自然生理學 妳做什麼事情舒服 妳就可以去做 但是不要過量 這個就不會有太大的狀況 我覺得陳醫師這樣講 其實讓大部分的孕婦 或者是準媽媽 可以比較放心 就是說 妳也不要把自己限制的太多 有的時候妳覺得OK的 其實妳做一點點適量 其實是還滿好的 可是那時候我婆婆還跟我講說 連蔬菜都不要吃了 我就覺得那蔬菜不要吃 我已經便秘 沒有就是 藏後做葉子的時候 我就問為什麼她說 因為蔬菜裡頭有生水 但是妳如果說 因為連蔬菜都不吃 這可能有點交往過 因為很多的營養家 不是也就是希望說 攝取這個均衡的飲食 而且蔬菜裡面的纖維 也是孕婦非常需要的嘛 沒錯 所以要不然這個時候 它反而會有些便秘的情形 容易產生 那萬一又自然生 因為妳便秘排不出來 傷口復原也會比較差一點 對不起 講到自然 原來是傷口復原 好 我們今天呢 再來看看第二組呢 到我們節目當中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是原本是在外國 然後嫁到台灣來之後 她在懷孕生產期間 遭遇到了什麼樣的不同的 各種的風俗 我們來歡迎維娜 她是從巴西來的維娜 歡迎妳 維娜長得很可愛 而且維娜今天不但自己來的 她把公公也帶來了 我們來歡迎這個嘉慶先生 這個維娜 妳嫁來台灣已經多久了 結婚兩年多 結婚兩年多 但是在台灣有大概13年 所以妳是先到台灣來 然後在台灣碰到了妳的先生 那我就問一下這個妳的公公 黃先生嘛 黃先生當時妳的兒子說 要娶一個外國人的時候 妳的感想是 剛到 他們認識第一年到我家 就中秋節那一天 到我家的時候 我第一眼看到她還沒下次 我看了 愣了一下說 奇怪我兒子帶一個外國女孩 對 你嚇了一跳 我心裡也感激 為什麼她沒有 事先沒有跟我說什麼 你原來的觀念裡面是可以接受的嗎 我是一定接受的 不錯喔 那你還滿開通的嘛 對 我從小就 民國50多年就來台北了 什麼意思 你是從國外回到台北 我從鄉下來台北 國小就出來 出來闖天下了 這個跟妳可以接受外國媳婦 是有關的嗎 都可以 都可以 既然我能從鄉下到台北 對 我就能夠從台北再看天下 對 對不對 哇 講得好好喔 所以可以接受外國的媳婦對不對 對 所以呢 這個 維娜呢她來自於巴西 而且呢她在巴西是個舞后啊 哇 就從小學舞蹈的 哇 那妳跳得很棒喔 台灣那個時候還滿熱 滿就是很流行 就是 剛好嘉年華 嘉年華 然後我們這裡我有一道那個團圓 都是 巴西女孩子跳嘉年華 然後就加入我們之前六福村那些出來的 對 對 都是簽約的 然後呢 這個好像就是說 妳在懷孕的時候 妳覺得妳的公公婆婆好像好迷信喔 因為他們就常常去拜拜對不對 對 那這點對妳來說妳覺得很奇怪 怎麼講就是 我會尊重 但是我心裡面一直在拟我的耶穌 就是 對 所以宗教信仰不同 對 因為不同 但是當然知道都是為了我好 因為奶奶那邊會給我壓力很大 奶奶 她就會叫我說 不可以違背上帝 我奶奶 對 所以她就說 妳不可以進去廟裡面 所以跟陪爸爸媽媽進去 然後奶奶打電話說 沒有沒有我在外面 我在廟門口 對 就是這樣子 妳的奶奶還是住在巴西嗎 沒有她在這邊 奶奶也在台灣啊 對 奶奶在這邊 OK 好 那維娜就是說在妳懷孕或者是生產之後 妳有沒有什麼是特別覺得不習慣的 我懷孕的時候 剛好我在伊蘭 在做一個大活動 也是跳舞 但是是同事之間一直說 我覺得妳有了 我說不要亂講 因為我下一個目標就要去新加坡 一個舞者 你能夠去好多國家 真的是很棒的一個機會 對 那個佳念華是高跟鞋超高的 然後跳得很激烈 結果就想說好,去檢查 結果真的 以檢查醫生跟我講兩句話 真的、假的 所以這個消息就無法去知道說 是怎麼一回事